瑪雅文明 人類對瑪雅人所知多少? 瑪雅人對人類有什麼影響? 瑪雅文明是一個古代中美洲文明 約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900年間達到頂峰 奮於今天的麥西哥、 掛地馬拉、貝里斯、洪都拉斯和薩爾亞多地區 隨著考古學和歷史學的進展 現代對瑪雅人和他們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以下是對瑪雅文明的關鍵發現與影響 一、科學與天文學的成就 歷法系統 瑪雅人發展了高度複雜的歷法系統 包括260天的宗教力和365天的太陽力 他們還創造了長計曆 這個計曆系統曾經引發2012年世界末日的誤解 天文觀察 他們通過觀察天體來計算日式 月式和恒星的運行 這設天文知識在現代科學中仍具有重要意義 展示了古代文化在天文學領魂的正確性 二、數學的發展 瑪雅人發明了靈的概念 這在他們的數學和計算系統中是極為先進的 這一成就比歐洲同時代的文明更早 對現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三、建築與城市規劃 建築成就 瑪雅人建造了皇位的金字塔 宮殿和神廟 如其琴依察 Chichanissa的富富以堪金字塔 和提卡爾太久城邦的高塔 城市規劃 他們的城市設計包括廣場 球場和儀式場所 表現出高度的規劃智慧和社會組織能力 這些為止的設計 建築技術和美學對現代建築學提供了靈感 四、書寫系統與文學 象形文字 瑪雅文明擁有自己的象形文字系統 是美洲最複雜的書寫形式之一 現代學者通過解讀這些文字 更深入地了解了瑪雅人的歷史、宗教和社會結構 被文和文學作品 這些刻在石碑和文物上的文字 揭示了他們的宗教儀式、政治歷史以及神話傳說 豐富了對古代中美洲文化的理解 五、宗教與哲學的影響 瑪雅人的宗教信仰和宇宙觀深深影響了他們的生活 他們認為宇宙是多層次的 並通過制製和其他儀式與神靈溝通 這種世界觀在現代的原著文文化中依然流傳 並影響了許多對超自然和宇宙起源的思考 六、文化遺產與影響 雖然瑪雅文明的許多成就隨著時間消逝 但他們的語言、藝術、傳統 仍然在現代的瓜地馬拉和墨西哥部分地區延續 許多現代的瑪雅後樣仍然講著瑪雅語言 並保持著祖先的文化傳統 瑪雅文明的建築和藝術風格對於旅遊業有重要影響 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參觀他們的為止 促進了當地經濟 七、對人類歷史的影響 瑪雅文明展示了人類在沒有先進科技幫助下 如何創造出高度複雜的社會結構和文化 這一事實挑戰了傳統上對古代文明的看法 並促使現代社會重新審視人類發展的多樣性和潛力 他們的歷法 天文學和數學知識也對現代學術界研究古代知識的傳承有著深遠影響 總體來說 現今對瑪雅人的了解不僅加深了人類對古代文明的認識 也啟示了現代人在數學 天文學、建築學和文化傳承上的新探索 好了 這條片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那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 點讚 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